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下面一張商品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車型呢 是三代進站 那為各位介紹呢 避震器 那這是一組鯊魚的 電子式的一個避震器 這個是X2E 然後ST直屏的一個款式 那我們透過 那個影片來看一下 我們之前其實有拍過 我好像有拍過這個電子式 但是有點忘記了 沒關係 那隨著這個時間呢 那一直在這個精進 我們手機的性能也是一直在精進 所以呢 我們還是不免其俗的 再為各位再多拍一次這個 X2E的這個電子式的一個避震器 那我們看一下喔 鯊魚的東西呢 避震器呢 那相對呢 在我們台灣來說呢 是一個性能 避震器性能的一個代名詞喔 所以大家非常多喜歡這個 X魚的一個產品 那我們今天有影片來看一下 那X2E呢 跟X2呢 最大的不同點 就是在它的閥門 一個控制的地方 一個是使用傳統的手動工具去轉它 那一個呢 是使用這個 調整棒經由法體來做一個控制的一個部分 所以呢 有什麼不一樣 當然就不一樣 因為有法體裡面有一個這個結構在 所以呢 當然上相對的價格上就完全不一樣了喔 那你可以藉由調整棒來做一個調整 那相對的呢 我們看喔 你就不省去的 蹲在那邊 去慢慢轉的一個方式 那當然 你在調整的時候呢 最好在靜止動態下做一個調整 讓避震器不要在做動上下的情況下做一個調整 才是一個最適合一個最貼切的一個正確的一個方式 你不要邊期邊期邊調這樣子 事實上呢 我個人我會建議說 我個人會建議認為說 你還是在靜止的時候做一個調整 會是一個最棒 也不會去擠壓到它裡面的閥門造成不當的一個受力 在靜止的狀態下調 那當然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跟機械式的結構是一樣喔 一個是這個深側一個是壓側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機械結構就是用工具下去調嘛 那所謂的深側就是避震器壓縮到底之後 回來的這個速度 應該說回來的這個 一個反應的速度 就是由我們的深側下去之後調 壓側相對的就是我們下壓時候的一個速度 那很簡單 這個呢 一般來說我們就是通常用語就是比較一般年輕人講 就是調軟調硬這樣 那事實上它是一個做一個裡面阻尼棒的一個 一個這個閥門的一個改變 然後做這個 然後做這個 油流速流通過的一個這個速度的一個快慢 那當然相對這次裡面是很精密的 所以呢 包含裡面還有氮氣 然後灌在氣瓶裡面 它是屬於油氣分離的一個方式 所以在後蓋的部分也不要去拆解它 不要說啊 我自己給小馬打開 那事實上不是說打開就一定會漏氣 我相信裡面還是有一個機構在 還是有一個 我們要打氣的一個機構在這裡面 那我們盡量還是不要去動它 那當然包含法體的部分不要去拆解它 它裡面是 你們把它想像成這裡面是一個打針的針筒 當你下面擠壓上來的時候 它裡面的活塞就會往下 那當你回彈的時候活塞就會往上 氣瓶呢 因為你是氮氣 惰性氣體 然後順便提一下 為什麼要使用氮氣 不使用其他的氣體 當然 惰性氣體有很多種 然後為什麼要選擇氮氣 因為它是我們在大氣中 隨手能取得最便宜的一種惰性氣體 所以大家都會用氮氣 因為它價格上是最低廉的 因為相同的功用 相同的你需要相同的這個 惰性氣體是氮氣是最方便的 它從大氣中就可以做一個取得 然後它也可以壓縮 而且它的膨脹係數不會像空氣這麼大 所以呢 它還是有效的可以去做一個 非常適合用在避震器等等 甚至你像做 我們在高速公路上看啊 在化學品啊 或是我們在汽油的油罐車裡面 其實在行駛前 他們會把油罐車裡面灌滿了 然後 墮性氣體就是氮氣 然後防止在靜電 車子在開的時候靜電的發生 以及產生火化等等的危險 因為墮性氣體是不可燃的 好這都是題外話 然後 然後 下座的部分 鋁合金 然後上座的部分 當然也是鋁合金 整支都是鋁合金 但是我們看一下喔 它會有點不一樣就是 鯊魚的上座跟下座 都是採用這個 開模製造的 開模製造的一個方式 那當然這個好處就可以節省一些成本 那當然在精緻度、細緻度上 跟CNCE來說 那個就稍微 精緻度跟CNCE比 就比較沒有那麼高 不過鯊魚呢 最重要的還是在裡面的東西 在裡面的know how 還是比較 比較多 那所以它會在台灣 比賽場 這麼多人會喜愛用 一定有它非常獨到的一個地方 那大概顏色部分可以客製化 甚至像你的 後背蓋 是不是選用太羅斯 上座以及下座的顏色 甚至像其他的一個上下托盤選色等等 都可以做一個 氣瓶等等都可以做一個客製化的選擇 當然 包括你的體重 幾公斤 是否有長雙在等等 都可以做一個客製化的一個選擇 那大家喜歡朋友們也參加好看 或到麥克 倉庫基督精品呢 這個選購 謝謝大家 每一次都可以做一個 的 就是 很棒的 特別的是 感谢观看